龚丽遭周星驰封杀 两个人自合作电影后再无嘎嘎 为何龚丽拒绝出演 却能平安脱身 难道真是背后有大佬相助吗 当年周星驰的电影《唐博虎点秋相中》 龚丽的角色装傻半美 但是龚丽当年就很反感的样子 从当年龚丽听了周星驰给他的讲解后 就立马后悔结下这部剧 但是当时合同都签了 无可奈何之下 龚丽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了 由于龚丽以往的作品呢 都是正常的表演 在这部电影里 经验特有的无理头表演方式 让龚丽拍戏时很难理解 成为龚丽因为有很大的偶像包裹 并不想装疯卖傻 便直接不听取导演原本给他的人设 自导自演起来 所以说在电影《唐博虎点秋香》播出以后 龚丽饰演的秋香感觉在正片中 有说不上来的违和感 因此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的龚丽 没有了以往拍戏中收放自如的表演 反而让人觉得他与整部戏的画风格格不入 传在拍摄的过程中 因为有一些片段 会故意扮丑 起初周星驰就想让龚丽化一个丑妆 但是龚丽却认为 扮丑的方式会影响自己的女神形象 无论周星驰如何解释和引导 龚丽就是不同意扮丑并且果断拒绝 最后毫无商量余地 只好找了替身来代替龚丽拍那一段戏份 说完周星驰面对龚丽多次违抗电影拍摄的秩序 周星驰当场也发过脾气 并且大骂过龚丽确实矫情 并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和龚丽合作 说文当初龚丽曾多次想要放弃这次的出演 哪怕是毁约也没有关系 所以在他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他找到了自己背后的大老影张艺谋 张艺谋在知晓周星驰和龚丽的事情后 便安抚了龚丽 让龚丽不用担心 一切都有他成者 最后龚丽因为张艺谋的安慰 也让他放下了对周星驰的偏见 最后平安无事地拍完了电影 在电影《唐博虎点秋香》上映后 虽然当时票房收获了不错的成绩 票房位居当年的榜首 的确如周星驰所说 从那部电影之后 便再也没有找到龚丽合作过 然而龚丽毫不在乎 也不惧怕周星驰的威胁 对此很多观众认为 龚丽在这部电影里最差 要不是当时龚丽没有获得那个奖的话 估计遭到周星驰的封杀 也不会独身其万 还有一些观众认为 事实证明龚丽来演最好的 戏有落差 喜剧效果更突出 龚丽与这部喜剧里 所有的人都搁不入 反而是本片挂龙点睛的神兰师笔 对此你怎么看 你们觉得当初如果鼓励没有 出演这部电影 那么周星驰这部电影 会更加经典吗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